各位觀眾,持續帶大家來關心一下夏威夷環泰軍演 雖然說現在還是在第一個船隻駁港階段 但是我們稍早就在歐湖島的東側這片海灘這邊 有親眼目擊到了包括像是美國、日本跟秘魯 三個國家的海軍聚集在這邊 而且他們手上都有拿著非常多的測量儀器 目的就是要為了之後的一些搶灘演習 來提前做一個場刊的作業 尤其你還可以看到在這個沙灘上面這邊 是有剛剛軍用卡車所經過留下來的痕跡 那麼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在過幾天 這個美國的陸戰隊會帶領非常多的國家 來進行聯合的搶灘登陸演習 那麼稍早我們也跟他們軍方有一點互動 不過他們對於這個演習的內容 並沒有透露太多 你們是從國際上嗎 我們是從國際上 我們要去到國際上 我們要去到國際上 抱歉 抱歉 嗨 幸好認識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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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明天會再訓練嗎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有很多訓練 好 好 那我們實際觀察發現 其實軍方的人員 從當地時間的上午8點鐘左右 就已經出現在這裡了 整個場刊的作業 大約是進行了三個小時左右 那麼到時候捐證演習 像是AAV拐的兩棲突擊車 還有膠洲等等的載具 都會出現在這裡 那麼在沙灘外圍 可以看到有一個暫時封閉的標誌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環泰軍演 能夠讓軍隊拿出最佳的表現 以上是華視採訪團隊 在夏威夷的第一手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